落笔成珠姬 锦绣在山河 眼眷对清风 咸云卧飞鸟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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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准备好了吗 我要松手了 真美 为了这一眼金华 师弟筹备了很久吧 只要师姐喜欢 就是知道的 月尘碧海望重楼 谁放银灯 惹梦游 小师弟怎么知道 我平素最爱上屋顶看灯 师姐忘了吗 有一年元夕 师姐在屋顶看完灯犯困 还是我将你背回来听雨轩 不过 今日阿燕放这些孔明灯 其实是想向师姐 许一个愿望 愿望 什么愿望 师弟请说说看 我希望师姐不要当首席 也不要入室 永远留在南山 师弟不如先听听我的愿望 孔明灯虽美 可在师姐眼中 山下的万家灯火 却更会黄动人 我征选首席 入室辅政 固有竹云之志 但最重要的 是想要守护这一方繁华 灯火不息 小师弟 小师弟 你为什么在哭 我哭 糟话弄人 师姐可知 你才是这盛世灯火下最大的一患 谁都可以当这个南山首席 唯独 你不行 是吗 抱歉师姐 你凭我选择 师姐别怕 我很快就来陪你 白灵爷 你要做什么 碧落黄泉 阿燕绝不会留你一人 原来 这就是病死的感觉吗 你 也是来杀我的吗 师姐救我 还算有良心 做噩梦之道很失际 没枉费这么多年疼你 嗯 这几日只要一离开师姐身边 我就会梦见那日 我还是不明白 师弟 白灵燕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才会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杀我 天大的原因 他都不该对你动手 南山没有这等同门相残的蠢货 只是 那日事发 可恨我没陪在你身边 否则 岂能轮到一介外人救你 说起救我之人 我派了玄凤鸟下山 想让他先借面具纹样查探一番 算算时辰 也该回来了 面具 监察院 监察院 有意思 督察百官 张 我想继续追查 唯有从监察院入手 师姐 我想即刻下山复考 想都不要想 师姐 我明白你心疼我 莫非 师姐也认为我担不起这首席之名 当然不 对了 你下山之事都提醒了我 记得 存天下之志 存天下之志 富如可称国事 明苍生之愿 除凤纵生孝日 白礼叶 你说我会成为这盛世最大的隐患 是怕我布了他的后尘吗 又或者 希望入圣都后 我能找到这一切的答案 主人 南山那人不知如何 发现了新首席的绅士之秘 险下坏主人大忌 属下该死 害怕了 该死的人 本座自不会让他活着 一枚弃子而已 啊 琼琳玉殿 比山上好吃 还吃 这趟下山 你都从玄妇鸟吃成原妇鸟了 这女子是谁 此处可是我大圣举子应试后考之地 还不速速退下 在下次南山输月而来 南山输月 让花辞净毁了 前朝还不够 如今又派个女人下来 霍乱本朝 你们输月可真是贼心不死 南山历任首席辅政 皆是圣恩清典 二位所言 莫非是在质疑陛下 谁质疑陛下了 没想到 要 要打架吗 那我带你找个帮手 点击这 不是 以善为任 庇护首席周全 哇 欲善可慕名而来 走吧 有意识相助 点击 竹叶虽小 却也有其锋芒 声度之下 对了 这边还有为厉害的侠士 想要加入我们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顶着我们 听阁下语气 是想再同我换个方式 较量一番 嘘 王公公来了 科举重地 修得喧哗 学生见过大人 阁下 莫非便是新任南山首席 大人明鉴 学生正式出自南山 甚好 世人皆当南山 再推女首席 是个笑话 大人隐私 学生的 小人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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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教训不成敬意 还望二位今后好自为之 别忘了祸从口出 请问阁下是 恭喜姑娘以南山首席身份成为本届科考榜首 主子听说您出入圣都 特地送上请柬 接封印 夜王殿下速来低调 不让我太张扬 能得殿下垂青是我的福气 只是这行文 夜王是当朝二皇子 据说很得圣上宠爱 不想 竟是个妙人 对 对不住 殿下缘不是这么写的 我家王爷说 踏月随乡 阳春照景 还望首席赏光 夜王殿下如此郑重相邀 只怕不仅仅是找位银酒赏花吧 姑娘果然从会过人 不知兄台能否提前吐露一二 是这两日圣都疯传的洪湖案 今日已经是第三日了 可洪湖行踪鬼秘 检察院至今未能将其抓获 那王朗便求到了我们殿下这儿 您说这 红湖啊 好 那请兄台先行 慢走慢走 慢什么走 你跟我一起去 万一有什么意外 可得靠你这傻鸟呢 你才是 你最傻 抗议无效 你不傻 好了好了 听闻圣都洛景阁上了两套新装 我们现在就去选一套 麻烦 那快点 大人您真是好眼光 一下就选中了咱家小店 咱家可是圣都最齐全的铺子了 是 不愧是圣渡手去医治的衣房 很开 先前换下的衣物给你收拾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歌不歇 繁华乱演 踏月楼果然不负圣都第一格武教方之名 当心 清月 让你赔酒那是贵人赏识你 怎得这么不识好歹 沙鸟 看来这圣都跋扈之人还真是多 管不管 管 我最讨厌别人仗势欺人了 竹叶虽小 却也有其锋芒 所授于天也 忠诚所感 咕食开 叶月 赵新鸣 圣东是非颇多 为求自保 我们得抓紧提升实力了 他不愿意 默默又何必强求 这位贵人啊 您今天要是替着小妮子开了口 明天一堆人要老喊罢工呢 我们这是踏月楼 做生意的地方 可不是什么慈宅善堂 那我今天便包下他 可以吗 贵人好大手笔 多谢贵人 清月 仔细伺候着 谢谢 谢谢贵人 嬷嬷已经走了 妹妹你没事吧 你 是姐姐吗 姐姐不记得了吗 六年前 姐姐也救过清月一次 六年前 清月 你是当年那个小姑娘 说什么香酒 不过一起吃了张饼罢了 当年 若不是姐姐将干粮分我一半 恐怕清月早就饿死了 这位王爷 牌场飞鸡 非同一般 参见夜王殿下 别拘于礼节 上前来吧 南山时隔多年才又出了个首席 本王等不及 想领略首席风采 南山早与今非昔比 可这位夜王殿下语气真挚 倒不像嘲讽之态 王爷抬举了 不愧是首席 审美很上流 夸人 听闻首席出入圣都便遇风波 而后却一掌门才力压重世子 堪称大快人心 本王喜欢 殿下谬赞 姑娘不必太过自谦 此处的萧仙清酿名贯圣都 是本王特意为你备下的 燕王殿下 让王大人孤身前去 是否欠妥 那肯定是和殿下一样优秀的 人中龙配人中凤 这答案太无知了 外面怎么这么吵 不好 王大人 殿 殿下 王大人她 她没气了 事情紧急 请王爷封锁现场 我即刻去看一看 且慢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这些侍卫如此明顽不灵 只能用武力解决了 监察院可不好惹 我们得先去提升门客实力 点击这里 门客实力 竹叶虽小 却也有其锋芒 所授于天也 终成所感 功声明